哈喽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小鱼儿油管技术学堂 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 今天小鱼儿又出现了 那这里呢 今天小鱼儿只给大家也是讲一个点 希望这个点对我们的新手朋友有所帮助 那小鱼儿的每个视频都是用心制作的 喜欢小鱼儿的记得订阅 并且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教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的首页添加链接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给大家呈现的呢 就是这里小鱼儿的一个首页 那在这个头像的旁边呢 这里呢 可以看到点点这里一个更多 那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链接 一个是小鱼儿的知识星球 很多新手朋友如果说刚刚加入YouTube 然后想要做视频 或者说在上传视频或者在频道里面呢 遇到了一些简单的问题 不知道如何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加入小鱼儿的这个知识星球 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在里面向我提问 那这里呢 小鱼儿就在这里呢 添加了两个链接 第一个是知识星球 第二个呢 是小鱼儿的另外一个频道 叫小鱼儿油管 小鱼儿AI技术学堂 那么这里呢 你可以点一下啊 这个链接是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个频道的 我点一下 让它在一个新窗口打开 点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它就来到了小鱼儿的另外一个频道 那么这个是小鱼儿的AI技术学堂 可以看一下 它来到了这边 那很多朋友呢 可能呢 你不止这一个链接啊 你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其他的一个频道或者其他的一些网站之类的 那么这个链接 那是怎么加进来呢 如果说你想学习 那么就把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首先它是出现在我们的首页 这里我们点这个更多可以看到 在首页这里我们是没有办法添加的 可以看到 在这里是没有办法添加的 那我们可以在哪里去添加呢 接下来呢 我们把鼠标往右上角啊 这里有个头像啊 我会放慢速度啊 相信大家看我的视频应该不是很费力啊 因为我讲的也很慢 那我们把鼠标移到右上角这个头像这里我们点一下 点了头像之后呢 这下面这里啊 这里一些功能这些呢 它就已经跳出来了 这里呢 我们选择一个YouTuber的一个工作室点一下 进来之后呢 我们鼠标回到左边 鼠标一直往下拉啊 我们鼠标往下拉 那这里有一个自定义啊 看一下啊 在这个创收和音频库的中间这里有个自定义 我们点一下它 OK 这里呢 我顺带给大家讲一下 在这里呢 可以上传我们的一个首页的一个横幅 这个横幅在哪个位置 我这里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上面的这个呢 叫横幅啊 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横幅 那么它的一个修改啊 就可以在这里面啊 你可以选择移除 你可以选择更改 如果说不喜欢 这个你可以更改 再往下呢 这里是一个照片 可以看一下 这个照片在哪里 我们的一个头像 那还是回到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像啊 在这个位置 它的更改呢 也是在这个后台这里啊 在这个地方改 在这个自定义里面呢 就可以改 这个头像如果你不喜欢 你可以选择更改 提前准备好一个图片 看一下它这里面的一个要求 鼠标再往下拉 就是我们频道的一个名称啊 这里叫油管技术学堂 那这里呢 有一个标识名啊 这个标识名它是出现在哪里呢 还是回到首页 那它出现的是在我们的最顶上的我们的一个网址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频道的一个首页出现的这个也叫域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啊 这个是我们添加进来的啊 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台 那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 你就把它添加在这里 比如说 你叫小花呀 小黑呀 那么你都可以把你这个英文把它输入到这里啊 它会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出现 再往下是一个说明啊 比如说你这个频道是干什么的 你可以简洁明了的在这里面说一下 鼠标再往下拉啊 就是频道的网址啊 这个是我们频道的网址 再往下拉呢 就看到了这个链接两个字啊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 怎么样来添加这个链接 那这里就是刚才我给大家看到的 一个是我的知识星球的一个链接 一个是我另外一个频道的一个链接啊 那么这里面是可以加好几个链接的 可以看到我已经加了两个了 如果说你加的 你不想要 你可以点后面的删除啊 可以点删除 那么想要再次添加就可以添这个 直接点这个添加链接这里点一下 比如说我还想加一个链接进来 这里呢 我再加入一个郁金箱 郁金箱跨境电商 那这里我加一个郁金箱跨境电商啊 前面是标题 比如说你这个链接是一个什么链接 把名称呢 输入到这个前面啊 这是链接的一个标题啊 你看到它是必填的 后面是一个链接 比如说我要加另外一个频道的链接 我该从哪里去找 这个链接呢 可能有的朋友还不会啊 有的朋友会的 那这个你直接可以略过啊 你知道在这个位置加就可以了 那这里我们就比如说我要加入这个郁金箱的这个链接 这里呢 是郁金箱跨境电商指南啊 啊 我们点击左上角可以看到 左上角的这个链接地址啊 这个也叫域名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选counter加c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刚才这里 把它网址就输入到这个里面counter加为粘贴上 那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网址需要加进来 那你点这个加号 继续添加链接就可以了 OK 这里加好之后呢 我们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点一个发布 那这里发布 我们点这个头像查看频道 接下来呢 我们在哪里去查看 还是在这个头像旁边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更多 点一下 这里一个郁金箱跨境电商就已经这个链接呢 就加进来了 并且呢 前面它的一个logo可以看到这个是youtuber的一个logo 这是youtuber的logo 它也出现了 平台的一个logo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来 OK 一点它就会直接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只要有链接 它就可以直接跳转 OK 那今天小鱼主要是给大家分享这一个点 你们学会了吗 那喜欢我记得来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小鱼所用到的所有的工具链接 平常小鱼常用的一些工具都会放在下面 视频的描述栏 有朋友们可以直接打开自取 OK 那就下期视频再见